您好,我叫林彥均 毕业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智商学系 那目前呢,毕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那在这一年之中,我有尝试找过工作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说想要进修去学习另外一个专场 然后目前就是把所有的精神跟心力放在学习设计这一块 动机 我就是非本科系出身嘛 那在毕业的时候我有去考心理研究所 但是没有考上 那就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 是否还要再继续走智商这一块 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先报名连程的课程 然后就想说那不如来运用这个资源好了 我去学去连程上课,去报电脑班,去学电脑 然后就踏入这一行了 对啊,然后想要增进一个专场吧 就是想要跟同事心理智商背景的人有多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老师课堂上有教我们一些在输出啊 然后转音方面会需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我觉得像是名片的出写 然后DM的出写什么的 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你基本的知识 对,那这在外面可能你在去输出的时候 然后那个影音店老板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对,你必须自己要先具备那些知识 那这些都是老师上课会教我们的 那也有特别的是 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在外面自己接案 那想要请问报价的问题 那就是可以询问老师啊 他都会跟你一一的讲 有什么logo收多少钱啊 或者是什么品牌形象 帮人家设计品牌形象收多少钱啊 老师都会告诉你 我想给学弟妹的建议是 在设计这一块 你要先找到你的 你想学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设计还有分平面 然后动画跟网页 你要知道你自己要学的是什么很重要 那接下来 像我自己就有 我自己刚开始学电脑的时候 我也有一段碰壁期吧 对,像我一开始进来想要学插画 想要画画 但是学了之后才发现 我好像不太适合走这一块 那我去学排版美工好了 那学了之后才发现 我好像蛮适合这一块的 而且我可以 而且我是有兴趣 有那个精神想要放在这上面的 那我就去做 那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坚持 你如果不坚持半途放弃了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一方面我也想要做给我的家人看 因为毕竟毕业之后一年了 我花一年的时间在学习东西 如果不做出一个成果的话 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然后我也希望我真的可以在设计这个领域 有自己的一个位置 然后可以 不需要说很有名 但是至少在业界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名声 对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展望 那你知道自己的目标之后 就可以去去学 那学的方式你可以选择网路 网路自己去学 然后也可以选择你找资源 像是补习班啦 或者是去买书啦等等 都可以去做